市面上食品容器循环杯琳琅满目 为维护民众使用安全 卫生局质量饭店、复印用品店、五金百货商店等处进行抽验 共计抽验50件食品容器具及22件循环杯 食品容器具品质及循环杯的清洁度 其中三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 将依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并命业者将违规产品限期回收改正 台北市卫生局其实每年都会做市售食品容器具的一个重演 那今年也比较特别 我们就配合环保署 也就是国府环保局在推动的环保杯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民众对于它的一个清洗状况的安全 事实上都还有一些疑惑或者是说非常的关注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专案里面 除了例行在抽烟五十件的一个食品容器具以外 我们针对于环保局提供我们就是环保杯政策的相关的品牌 跟通路也抽烟了二十二件循环杯 来确认它的一个清洗的一个安全性 它针对了五十件的一个食品容器具的品质 跟二十二件循环杯的清洁度 在检验的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只是在容器具里面有三件它的标示是不符规定 那整体的一个抽烟来讲的话 如果以容器具的抽烟我们大概有二十三件的一个塑胶类的产品 有六件是紫容器油淋膜的部分 那有六件是烘焙子跟调理纸 十五件是纠缸的部分 那当然依它的属性我们会做材质的一个鉴别 还有耐热性还有农出试验中的那一等等 那这部分的话三件标示不合格 有两件呢是一个水壶跟一个保鲜盒的部分 它是在本体上没有材质的凝层跟耐热的温度 那因为它是重复性使用的一个器具 所以其实外包装拆除之后这些资讯就会不见 所以依法它事实上要用雕刻或者是打印 或者是设计的方式 要在本体上显示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一件的话是一个四个左右四个容器 那它的最小贩售的一个包装上是没有制造日期的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会一起相关县市卫生局这边进行财数 那当然22件的一个循环杯的部分 它的主要来源来自于我们台北市有合作 循环杯政策的13个连锁平台 那我们检验的项目就针对它的新型的一个清洁度来看的话 最主要是检验它的淀粉残留物 那脂肪残留物还有就是晚期本黄酸塩的APS的一个残留 那在整体的检验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以上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会持续去监测我们的一个容器具的一个安全 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标示错误 也会要求业者这边要先期下架进行改善 卫生局表示塑胶类食品容器具耐热温度 可能因为不同规格或经由不同加工方式制成 使得实际耐热温度有所不同 故应以制造商标示为准 消费者应选购标示完整产品 并依照标示事项正确使用 当产品发生破损或裂痕 应立即更换以确保安全与健康 记者李其会台北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